吴席会谈什么在野党可是很关注 因为到底身为国民党荣誉主席的吴伯雄 他的身份呢是代表国民党还是台湾 民进党呢就批评吴席会的定位 应该要着重在国共两党 而不是两岸的政治谈判 当然不能密室协商 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 带着党主席马英九的授权 前往北京展开吴席会 不过由于马英九身兼党主席 与总统的双重身份 这样的授权不免遭到民进党质疑 附设办事处这个内容 根本还没有在我们内政委员会 根本还没有讨论过 然后他就说要由吴伯雄 带着国民党的团队去做政治协商 到底在急什么 那么吴伯雄这一次被赋予的任务 又是什么 你只能谈国民党跟共产党 你们要互设党部 尽管绿营抨击政府 对两岸互设办事处的谈判 过于急就张 但这是习近平上任后 第一次的国共两党高层会面 两岸关系发展持续走向深水区 触及敏感政治议题 势必无可避免 这个能够谈的也是为了两岸的关系 谈的也是公众事务 他们除了政治不谈政治 那要谈什么 我们端当财贩的话就是一桌好菜 对两岸的话比较有意义 我们不要把说私下的这个模伙的机会都没有了 由于吴伯雄之前与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会面时 曾经引发一国两区的发言风波 这次的吴席会即使有苏起 詹春博等总统清点团员随行和充分授权 吴伯雄的发言依旧得小心拿捏 企图在突破两岸盲点以及国家主权之间 取得平衡 有点TV综合报道